我是在武汉监职 然后当时应该是从家里出来有两个多星期吧 然后我就照常给我奶奶打个电话 然后当时打电话的时候 我说让他去到门口 这样我可以在监控里看见他 然后他就把小狗也叫出来了 这个小狗我们养了有两年多了 然后我就问我奶奶 小狗在家乖不乖 然后他说还可以 说挺想我的 然后他就把那个手机 放在那个小狗的耳朵旁边 让他接电话 他好像就是尾巴摇了一下 然后跟我奶奶握手 我觉得还挺温暖的 因为小狗也是我们的家人 虽然他不会说话 我觉得我奶奶和小狗都挺可爱的 也能看着很多 MICHAEL 我一直想看着这个 好 我突然想看着这个 谢谢观看